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中共平面媒体的头两大党媒 在中共19届五中全会召开前 这两大党媒社长同时异动 并同步在20日公布 分别由现任总编辑和平 妥振升任 接替前任社长蔡明昭 李宝善 这大致符合近年来 由总编辑升任社长的惯例 但在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前 更换社长的理由目前尚不明朗 综合中共媒体报道 和平 妥振 接任社长后 能暂时兼任总编辑职务 至于原任社长蔡明昭 李宝善的叙述 则未见报道 具有现任中共中纪委委员身份的和平 1957年升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 即进入新华社工作 拥有高级记者头衔 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曾获颁中国范长江新闻奖 中国新闻奖 及首届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称号 具有现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妥振 1959年升 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 进入中国经济日报工作 一度挂职河北省桌州市副市长 2011年次经济日报总编辑转任新华社副社长 2012年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 2015年升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长 2018年3月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妥振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任内 曾被指控涉入2013年书轰动一时 引起轩然大波的南方周末新年信词遭强迫删改事件 原本题为《中国梦》《性证梦》的内容 在印刷前却被改为妥振亲自修改的主旋律文章 据传 原新华社社长蔡明兆可能到全国政协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蔡明兆任职新华社社长之时卷入多宗贪腐案 涉嫌滥用外宣经费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内外配合的 为新四元帮政变集团服务的公裁私通的网络 新四元帮政变集团失职 试图阻止习近平上位的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及令计划 由海外媒体披露 蔡明兆本是宣传系统中的令计划彭党大员 据《中国密报》透露 蔡明兆与令计划家族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盟关系 而令完成与蔡明兆妻子陈府更是直接的合作者 此外 蔡明兆在任国新办主任期间 国新办副主任李武峰突然坠楼身亡 其死因众说纷纭 有消息称 李武峰之死或于北京高层 将对她任职的宣传系统和能源系统展开大清理有关 2020年10月20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湖北高院发表通报 称该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张忠斌一天前中午在办公室自已身亡 民警及时到达现场 经120确认已无生命提升 通报说 据了解张忠斌身患疾病 长期服药 公安机关通过现场侦查 调查 很快排除刑事事件 官方信息显示 张忠斌今年只有53岁 从1990年法学硕士毕业后 一直在湖北省的法院系统中工作与平稳升迁 2018年1月 升任湖北省高院副院长 而且在上星期五主持过一次扫黑审判工作约谈会 据湖北高院官方微信公众号10月16日报道 16日下午 省法院召开推进扫黑除了专项斗争审判执行工作约谈会 省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张忠斌主持会议 通报了被约谈法院扫黑除了专项斗争审判 执行工作的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情况 19日当晚 中国财新网在张忠斌死亡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当天上午曾有省领导找他谈话 几个小时后就被人发现死在办公室内 一些人猜测张忠斌的死亡可能与他的扫黑审判和被领导谈话有关 当局称他长期患病 并很快排除这一命案为刑事案件 则加重了人们的疑心 中共过去几年发生了多名中共官员 因当局所说的身患疾病而自杀身亡的事件 包括2018年10月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身亡 北京当时称他身患抑郁症 香港资深民主人士何俊元曾评论说 郑晓松所谓自杀身亡一点重重 他说这类事件反映中共的政治环境极度紧张 19日上午 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参观 铭记伟大历史 捍卫和平正义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 到军事博物馆参观展览的还包括 李克强和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以及王岐山 有中国问题专家指 习近平在外交上解决挫败 故享用纪念韩战来增强民族主义 习近平参观展览时强调 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 反抗侵略 中共和政府毅然决定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 和平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 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并将激励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行足 激励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今年中共将大规模纪念韩战70周年 与韩战有关的电影 电视剧近期在内地热播 而早前也有消息 指习近平将在10月25日 与北京举行高规格纪念大会 习近平将发表讲话 并首度颁发纪念章 授予抗美援朝参与者 然而 从1950至1953年发生的寒战 中共派出135万志愿军前往参战 公开资料指 这次战争 中共军队伤亡惨重 最少有14.8万人战死 22万人受伤 2.1万人被俘虏 仍有超过4000人失踪 战死者包括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中国问题专家林可力表示 习近平在外交上节节挫败 与美国 欧洲及亚洲不少国家发生冲突 且矛盾越来越尖锐 所以他在国内就要鼓吹民族主义 用今年寒战来增强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林和立特别提到 无论在寒战 抗日战争或其他历史题材 习近平都会用来鼓吹民族主义 而中共也有可能在其他冲突或事件生事端 所用的手段也会越来越强硬 如近期平派战机对台湾文攻武吓 而习近平在2012年时提出中国梦 这其实民族主义的梦 要中国在经济军事超越美国 在习近平之后的任期 他会继续强调伟大民族复兴 继续增强在这方面的宣传 他指出 中国的民族主义教学 在一般大中小学来说是纵效的 从中共稳固政权的角度来看 鼓吹民族主义是有用的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第二场 也是最后一场辩论将继续进行 为避免相互插话的混乱局面 协调机构将推出新的规则 川普总统10月19日告诉记者 他对整体安排感到不满 认为这很不公平 川普20日上午接受福斯新闻网 曾经节目福斯与朋友电话访问时说 讲话的时候思绪必须连贯 如果被争断 思绪打乱就会发疯 10月19日川普表示 我会参加 但是他们改变了话题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我们又有一位完全有偏见的主播 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驻白宫记者克里斯丁维尔克 将主持本场辩论 并选择向川普和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 提出有关抗议 美国家庭 美国种族 气候变化 国家安全和领导作用等相关问题 川普的竞选团队19日早些时候表示 辩论应更集中在国际问题上 拜登的发言人达克洛则表示 像过去一样 总统更关心的是辩论规则 而不是让陷入危机的国家 获得所需的帮助 22日的辩论形式将是针对不同主题 各有15分钟 在此期间 每位候选人将有2分钟的发言时间 然后进行公开讨论 在9月下旬举行的第一次总统辩论中 川普和拜登相互一再打断对方的讲话 辩论会上显得非常混乱 总统辩论委员会决心进行改进 以确保辩论过程变得更有意义 委员会19日宣布 在为时2分钟的发言期间 只有发言的那位候选人的麦克风是打开的 另一位的麦克风则是关闭的 在20日的访问中 川普被问到 22日晚间最后一场辩论 是否还像第一场辩论一样跟人强化 川普说 强化的时候思绪必须脸贯 很多人都说就让他畅所远言吧 因为如果他的思绪被打断 思绪乱掉就会发疯 真的是这样 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 美东时间22日晚间90 将于田纳西州纳许维尔贝尔蒙特大学登场 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称 出于国家安全考量 决定在该国的5G网络建设中 排除中国华为和中信通讯集团 并决定拆除已安装的相关设备 该禁令是依序该国2020年1月开始生效的新法案 并经过了瑞典军方和安全部门的审查 英国今年7月做出同样决定 这是瑞典负责招标5G网络的官方机构 20日宣布的消息 瑞典的爱立新与芬兰的诺基亚 是中国华为在5G领域的竞争对手 瑞典的5G网络招标定于11月10日开始 据瑞典电信当局的声明说 已安装的可用于5G的华为或中信设备 将在2025年1月1日之前被拆除 北京对斯德格尔摩这项决定做出反应 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声明表示 强烈反对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违反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 该声明还对以毫无根据的指控 禁止中国公司人为设置合作壁垒表示了遗憾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指责这些华为等中国企业 为北京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而中方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也向其盟友国家施压 要求将华为排除在这些国家的 网络基础建设之外 英国今年7月下令 禁止移动运营商在新的5G网络建设中 使用华为的设备 并要求这些企业在2027年前 移除全部已经使用的华为设备 法国也对使用华为设备设置了严格的限制 在瑞典公布该禁令的同时 该国邮政和定性管理区也宣布 批准Hi3G Access Net for Mobility Telius Whedon和Terracom四家公司 参与计划中 11月10日开始的5G平谱排卖 这四家都是瑞典通信服务商 10月19日晚 微博网友爆料称 接到男子At中石油以小飞的信息 自称已将中国石油集团 西部钻碳工程有限公司 玉门钻井分公司 原法人代表张某相杀害 并配发相关图片 他写道 本人敲诈中石油官员40万元人民币 自首举报了一年多未果 中石油集团机委只查出 11项违规违纪问题 包庇了更严重的 我却被中石油多次非法打击报复 公安同日证实 李小飞杀害原单位张玉祥夫妇等 四人后跳楼身亡 10月20日凌晨一时许 该分局再发通报纸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是中石油西部钻碳工程有限公司 玉门钻井分公司前职工 据陆媒新京报2018年12月17日报道 李小飞在微博爆料称 因掌握中石油西部钻碳公司的腐败证据 向该公司相关人员索要封口费 收到40万元人民币 李小飞微博显示 他的健行账户曾在2018年4月14日 收到一笔40万元的汇款 李小飞提供的录音显示 有员要求李小飞拿钱后稀释宁人 但李小飞所在公司否认称被李小飞敲诈 并回应称 40万元是借给李小飞治疗精神疾病的 此后李小飞多次微博举报 要求彻查自己敲诈勒索 及该公司部分人员存在的贪腐问题 但始终未果 李小飞在微博中披露 他向西安市纪委和扫黑办等部门 实名举报张玉祥 杨志坚这几人 提交了他们串联和违法的证据 但高邻区法院和西安市中院互相扯皮 依审判决也是霍西尼式的处理结果 李小飞写道 张玉祥他们要么继续布局来杀我 要么就下购本 让保护伞帮他们迎官司 再继续打击报复我 毕竟明案中能被他们利用的案件 也就那么几个 我们只有不死不休的结局 陆媒红星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称 事发前 李小飞原本打算向张玉祥等人求饶 我带着水果去他们那里 但他们依旧不依不饶 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争执 两小时后 李小飞再次联络该知情人时 发送了两张案发现场照片 据商业信息查询系统天眼查显示 张玉祥的确是忠实由运门钻警分公司 前法定代表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